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154回 肖腔剑属超群而伶俐 接人带物却是鱼龙帮上下公认的和善 脾气也好 在这身边女子是他的关门弟子 他脸上露出一抹会心笑意 他微笑着说道 为师这辈子也才去过一趟背马 想起来也没啥可称道的经历 倒是公孙阳那只老闷葫芦 名声其实啊都是在那边闯荡出来的 极为内秀的女子显然便是刘老帮主孙女 刘霓荣 他压抑道 公孙客亲不是旧西蜀人吗 肖腔摸了摸剑翘 轻声唏嘘道 谁家没有一本难念的经啊 闷葫芦不愿说罢了 刘霓荣转头撇了眼马车 在那帮里一直深居捡出的公孙阳就独坐在车上 他转回头后啊 他低声问道 师父 你说这一车货物的本钱是多少 肖腔笑道 就货物本身来说呀 便是在富得流油的江南道上 也不便宜啊 大概有六七千两才拿得下来 加上这北梁到江南一去一来 与各路牛鬼蛇神的过境打点 没有一万两银子是不可能啊 可要是到了北莽刘夏城 就能卖出三万五千两白银 回到那位官家子弟手里 扣出林林总总的开销 挣个一万六七是逃不掉 这银子呀 就跟滚雪球一般 总是越滚越大 只要有本钱有门路有背景 还怕缺银子 这些将门后代世家子弟 父辈们忙着搜刮民纸民糕 他们也没闲着 平心而论哪 这些公子哥儿倒也不都是蠢材 说到拢人脉 为师这些只知道打打杀杀的莽夫 十个都顶不上人家一个 刘霓荣叹息道 鱼龙帮错过了最好的机会 若是二十年前就能狠些心钻营 今天兴许 就是灵州最大的帮派了 肖枪一脸无奈倒 所以霓荣啊 你别怪老帮主 他千辛万苦 把你介绍给玉良豪族的吕氏公子 并非只是贪图对方家事 而搀扶着一把鱼龙帮 老帮主就你这么一个孙女 怎么舍得把你往火坑里推啊 为师亲眼见过那名吕氏年轻人 品性不差 就是傲气了一些 毕竟啊 已经考取功名 莫说我们鱼龙帮 便是北梁第一大门派 龙门派的闺女 人家也未必瞧得上眼 为师这话 虽说的难听 却也是实话 刘霓荣莫不作声 紧敏其嘴唇 萧强知道啊 这位徒弟的冷清性子 钻了牛角尖以后 十匹马都拉不回来 他也就不再勉强 说到底啊 这是人家刘家的家事 私事 他一个即将要远离武林 享清福去的老家伙 点到极致啊 就算是本分 只不过肖枪心知肚明啊 以后的日子 是否舒坦安稳 还得与鱼龙帮 势力大小直接挂钩 自然有一份希望 刘霓荣能够嫁一个 好人家的私信 玉良女士早在二十年前呢 还只是个寒族 富裕归富裕 但别说高门士族 便是小士族啊 都要低看 可抓住机会 交好与北梁军一位实权人物 得以崛起于春秋硝烟之柱 北梁军这棵参天大树啊 盘根交错 屡试也算是小有名气 当然比起最拔尖的 那十来个大家族 仍是天壤之别 可那些权贵显赫不可言的高门子弟 又岂是刘霓荣一名江湖女子 能够高攀呢 刘霓荣记起什么 长呼出一口气 一脸神网道 师父 听说 武当新长教是仙人转世 曾骑鹅下江南 还有 李老剑神在武帝城东海上 与王先知打得不分胜负 再后来 便是在广陵江 只凭着一剑 便斩杀两千六百计 再就是 桃花剑神 他单身上龙虎山 杀到了天师府才罢休 直到被小吕祖祁仙侠 与一名天师府后人阻拦 才反身下山 这些 都是真的吗 小强听到这个也是一脸崇敬 这些神仙人物 为师这辈子都没见到一个 哪里知道是真是假呀 飞剑一说 为师虽说已席剑三十载 连遇见的毛皮都不曾抓到 就更是云里雾里咯 不过呀 为师宁愿相信两位剑神 都是可以遇见千里取首级的陆地神仙 好歹给咱们这些 同样体贱的鲁顿后辈 一个美好的念想 就像啊 咱们吃不起北梁王府里的山珍海味 可光是想一想 总也是能舍下生惊啊 啊 萧枪哈哈大笑 刘霓荣眼神异 刘霓眼角于光 瞥见身侧一名年轻男子 他下意识皱了皱眉 这名身穿只能算是洁净衣装的年轻人呢 腰拳古朴单刀 刘霓荣只知道那名将门世子派遣而来 也没有表明啊 详细的身份 负责监督货物运送 大概职责呢 就是盯梢 生怕龙虎帮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土鳖呀 剑材起义 偷偷摸摸的从成堆货物里边顺手牵羊 一些不起眼 但价格却不菲的小物件 这如何能让心高气傲的刘霓荣瞧他顺眼呢 那名玄刀年轻男子相貌与气质 拒势不俗 鱼龙帮几十号矫健成员 倒也没眼拙到 以为他只是从四品将军府上的杂役 最终呢 是能够与龙虎帮随行到北莽的角色 这一路啊 便有许多猜测 有说是森严将军府上某位管事的儿子沾了光 有的说是将军的远房亲戚受到栽培 这趟是历练来了 但更多人都恶狠狠的心下 这只皮囊好到让人嫉妒的绣花枕头 是那将军公子的相好 大富大贵门底里的事情 谁说的准呢 肮脏污秽的秘密丑闻还少了吗 刘霓荣心思清澈 当然不清楚邦里人看年轻男子的眼神 为何那般玩味 反正啊 这一旬时日大抵是相安无事 既然那人不惹是生非 他当然呢 就不去找他的晦气 他私下曾问过师父肖枪 这名陌生男子身手如何 肖枪只说看不出 他也就释然了 多半啊 是拿那柄单刀 做装饰品的无聊人物 反正豪门大族里 出来的高粱子弟都好这一口 明明被酒色掏空了身子 比书生还手无负极之力 却喜好啊 配刀带剑 实在是恶俗至极 单刀男子的那一季啊 羽龙帮始终拉开一段明显距离 看到刘尼荣投来的窥视目光 他抱以微微一笑 刘尼荣冷脸转头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配刀青年的黎群 被鱼龙帮几十号精锐剑士 理所当然的视作官府姥爷做派 官府姥爷什么做派啊 两个字 矫情 帮中一些个年轻后生 起先还担心这俊俏小子 万一被刘小姐刮目相看 让他们这些进水楼台好些年的家伙 太过打脸 当然心生警惕 恨不得呀 把他给五花大绑了 后来见着刘尼荣态度冷淡 如实重负 起先那些对配刀家伙的恶意 也就淡淡的淡去了 毕竟啊 一个巴掌你也拍不下 再说了 总拿人家开涮 也显得他们太小肚鸡肠了 所幸啊 这位自称姓徐的年轻人 也没苟证人士 如何对鱼龙帮意气之使 双方井水不犯河水 就这样来到了北梁与北莽交界的关爱 道马关 衣山筑城位于南北捷径的耀冲 匾额由当朝书法大家宋志求写就 山谷往来络绎不绝 城门处道路两侧 极势是热闹非凡 这里啊 少有边割 也就比边境绝大多数官城少了许多消杀气氛 有一座旧城城楼台积遗址 毛石和鹅卵石砌成 裂缝青台瓦砾杂乱 许多居住官城附近的志同啊 在上头追逐玩耍 一名壮爽汉子身穿青色不衣 妖术红不支带虎目圆瞪提了一柄 比军武志士斩马刀精简很多的巨刀 刀尖划地就这股气势汹汹上了台积 他冷喝一声将大刀刺入地面还凶而领 大人们赶忙小心翼翼的绕过这魁梧汉子 却将各自的孩子抓下台积 一个顽皮孩子泥臼一般一滑溜 孩子的娘亲呢 方玲也就二十出头的模样 边塞风沙粗粒 不成想这位少妇小娘子肌肤好自有脂 他牵腰小脚竟是追不到万劣孩子 台积下的积履伤骨与当地百姓是笑声一片 一些个上了年纪 还没女子暖床的轻疲无赖 扎堆的一起啃着红枣 更是吐着枣胡出声调戏 让小娘子翘脸张红 孩子途经斩马刀壮汉身边啊 出声牛犊不怕虎 伸手就要去触碰的刀身 结果被那汉子凶声恶煞的一动眼 吓得愣在原地随即是哇哇大哭 穿对肩素衣的小娘子赶忙搂过孩子 柔柔歉意相识 怯生生的也不敢说话 那三十来岁的黑脸汉子呀 竟是没来由的红了红脸 大概是个粗中有戏的厨 见到眼前这小娘子水链好不容易呀 把脸营造出来的高人形象一下子被破功了 那些市井无赖更是起哄撒野 这座惨败台积 每隔十天半月呀 就有江湖人士在这里比较武器 小娘子虽是正经人家女子 但常年定居于道马关附近村庄 见过许多教际光景 对这些一言不合 动不动就拔刀相向的莽夫 却也不是太过畏惧 北梁贫瘠寒苦 比起沃土千里的富饶江南 想要活下来 就得从老天爷牙缝里边抠出来东西吃 民风素朴的同时呢 却异常的涌见尚武 官府对武夫私斗并不禁绝 但若是误伤百姓一人 便是冲军的大罪 误伤人数到了三人以上 则就要就地正法 没有上百两银子去孝敬兵爷爷们 根本就活不下来 如今世道啊 会点花拳绣腿 就敢说自己是闯荡江湖的 有几位兜里边能有几十两银子的呀 有了娘亲撑腰啊 那孩子呢 胡乱的抹了抹 小花猫般的泪脸 对壮汉做了个鬼脸 马上要与人鄙视的汉子 无奈的挠挠头 显然并非是穷凶极恶之徒 孩子原本呢 还想啊 身腿踹一下 这个连刀都不让摸的小气鬼 幸好被他娘亲连忙拉走 柔柔的训斥了两句 那黑脸壮汉呢 看似目不歇视 他眼角余光 却丢在了那小娘子 微微弯腰后撅起的屁股袋上 猴结微动 那女子身子玲珑娇娇小 一声素杰 大概是清洗次数有些多呀 加上她臀部相比身段 太过挺翘 被两半饱满 撑得吃力 也就愈发显得春光无限好 倒不是说 这斩马刀汉子起了歹意 他的确有些个过硬把势 但不屑做那些丧尽天良的采花贼 若说抢抢民女这类勾当 他一个没根没底的江湖游魂 又是断然没着本钱去做的 至于逛瑶子 那没银子你如何是好啊 这不今天才约战了一名 边境上小有名气的剑客 想拼着受伤 也要靠这斩马刀 斩出一些口碑 好让一些富贵人物 亲眼相众 能做成啊 护员教头 那是最好了 却说萧枪带着货物 去与关爱教位 出师录影官碟 阎王好说小鬼难缠呢 一时半会儿啊 肯定不会过关 这事儿啊 本该刘尼荣出骂 只不过他相貌诱人 极为容易横生知己 萧枪也不在乎 非要让帮主孙女历练积攒 这点人情事故 一车子货物出了问题 鱼龙帮砸锅卖铁 倒也勉强赔得起 可惹恼了那名匠种公子 就真要伤筋动骨了 因此就干脆啊 不让刘尼荣露面 有官碟私信 想必破费一番 就可以顺利出境 刘尼荣带着几名随从啊 四处转悠 与师父萧枪说好了 半个时辰之后啊 在城门口相见 刘尼荣有心 想趁着这趟出行 招募一两位江湖侠士入邦 他若真想要接手鱼龙帮 没有一点自己的嫡系 难免是抬不起头来 而且世事都束手束脚 终归是不美 他和六七位鱼龙帮年轻帮众 随人流啊 一同来到了台积附近 几名想要近身开游的地头蛇泼皮 都被刘尼荣身边虎花使者轻轻撞开 都是巧劲 让人啊 知难而退 毕竟这儿啊 不是灵州 万一惹到扎手的硬点子 谁会买一个听都没听过的鱼龙帮的面子 当今江湖有多大呀 稍微混几些年数的半调的江湖人都可以随口抱上一大堆的名号 所谓的门派帮叫四庄倒债会工 不说别的 一个灵州抱得上名号的就有四十几个 说难听一点 你能取个好名字都难如登天 鱼龙帮啊 也就是出道算早 才抢到鱼龙这么个不俗气的名会 出了灵州 整个江湖里 估计啊 同名的鱼龙帮 没有十个 也得有个八九个了 突然间呢 响起了一大片轰然叫嚷声 刘尼荣转头看去 一名白衣如雪的佩剑侠士 踩着人海尖头 偏人而至 神态出尘 这一手 露得相当出彩的剑客 朝刘尼荣这个方向 点尖而来 刘尼荣如何受得了这种 被人踩尖跨头而过的屈辱啊 腰间鸣剑 默默的出窍寸鱼 眼神凌利 那名面如桃花的俊修剑士 眯了眯眼 似乎察觉到刘尼荣的气急风芒 稍作拐弯 踩着附近观战百姓的肩膀 掠到了台机上 飘然落定之后 堪称是玉树临风 没点真本事 可不敢像他这样出场 江湖卧虎藏龙啊 万一你踩着踩着就踩到大坑里 被高手随手一扯就给扯到地面摔个狗吃屎 这还过招个屁啊 那接下来呢 那就是按照武林规矩走了 比武双方先要朗生自爆名号 要么是互泼脏水 要么是互相吹捧 接下来呀 还不能马上尽性撼动 你得说上一句 刀剑无眼 生死自负 若是生死相搏呢 还得有德高望重的江湖前辈做见证 让双方啊 签下呀 生死状 不过你可别以为这时候就万事大吉了 若非是真正淡泊名利钱财的高手啊 你还得呀 眼光自顾 等到厂下的一些大小赌庄收足了赌注才可以开场 毕竟啊 许多打斗啊 真正高手的相争啊 你往往斩茶功夫之内便定下了胜负 你看着也不精彩 这就得赌庄方面花些铜钱的故人大声叫好 若是稀松平常的鄙视 那就更需要啊 故劲吆喝 这对鄙视双方都有好处 这最倒霉的呀 则是被不买账的观众一起喝稻辞 这简直是江湖武夫的启齿大辱 如今北梁一位威风八面的帮派大佬 至今呢 还被许多死敌对头 拿他当年出道时鄙视的寒碜场面 当大笑和恶心 刘尼荣身边啊 有许多老百姓啊 兴致勃勃的端来了长条板凳 拖家带口的坐好了啊 等着看好戏 更有插了几十串冰糖葫芦的小范啊 穿梭往来 最馋的孩子们都吵吵嚷嚷着 要让爹娘啊掏几枚铜钱 台积下呀 使人生鼎沸好不热闹 刘尼荣环视一周 没有掉以轻心 鱼龙帮这两年在灵州 不受其他帮派善意待见 而且靠取人性命 赢得双拳艳名好的师父萧枪 树敌无数 这趟没了鱼龙帮刘老帮主的匹户 未必没有人来报仇寻衅 灵州生意再大 也有个限度 这一亩三分地儿 站着几十号宗门派别 谁都想着把别人的饭碗呢 搂到自己手里边 鱼龙帮啊 当下正值中兴的紧要关头 别说差不多势力的帮派 生怕鱼龙帮壮大 就是一些个大帮派 都想着阴一下鱼龙帮 刘尼荣自知啊 没有以往 谁都可以不买账的底气 唯有小心再小心 身边几措末路人 就让刘尼荣心中十分忌惮 一伙啊 是方才城外一同递交官碟的商家 如鱼龙帮贩卖胭脂水粉 这类昂贵的货物 已算是很大的手腕 但谁都知道 真正手眼通天 最厉害的是那些见不得光的 掩铁私饭 私饭掩铁 这事儿已经发现了 那就是个家破人亡 任你背后 处着多大的官老爷 一旦被北梁军得知 你就是正四品 从三品的封疆大力 都要被斩首 船边示众 接下来呢 就是饭马 从北莽买马 至于是卖给北梁军政 还是卖给私人 各凭能耐 总之这桩买卖 也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凶险活计 不但要在北梁这边啊 有十分熟悉结实的关系 在北莽都需要有相当可靠的实权人物帮忙铺路 此时刘尼荣身边啊就有一帮犯马的 看似商骨装扮 却个个身体矫健神华内敛 另外一帮呢 便是公然朝着他指指点点 丝毫没有隐瞒的迹象 刘尼荣轻声道 小心点别光顾着看台上比武 身边的鱼龙帮帮众们都默默点头 不知怎的呀 当刘尼荣望进远处与山体相连的一朵土皮墙上 蹲着那个年轻男子 一手拿着一串冰糖葫芦低头啃咬 却不是与他们一样啊 观看台积上的比武争斗 而是眺望道马关城头 他愣了一下 有些哭笑不得 这家伙倒是有闲情意志啊 当真是半点曹芒武夫的味道都没有 将军府那边怎么就弄了这么一号人物来压镖啊 刘尼荣没心情打量深思这位年轻配刀男子的身份 继续啊把视线投往台积上 不得不承认 使斩马刀的这位 屡立不可谓不惊人 将一柄四十来斤的大刀挥舞的只剑刀光 那白衣如雪的剑势更是剑法高超 斩马刀下闲停信步 手中一剑轻条慢提缓缓点十分写意 显然呢是留有余力 剑术起码能和他师父削枪持平 这让刘尼荣生出了招揽的心思 却说土坯墙头上 那个年轻的配刀男子非是旁人 当然就是咱们的世子殿下徐凤年了 听众朋友 雪中汗刀行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作者风火器诸侯 由大兵为您播讲 更多内容请登陆喜马拉雅电台 或添加大兵小说微信公众平台 dbxd981 雪中汗刀行今天为您播讲到这 感谢您的收听 《非要放枯》 《赞刺般马虎》 《多少天因果苦可》 《雇命的路》 《不宇舅一湖》 《滴王江山寄仆图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赞刺般若》 《赞刺 polit雅》 《非要放架文以外》 《 cakes要放枉 Superman》 《非要放�uddyn》